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 既然跟退化没有关系 有95%都是因为摩擦所造成的 所以今天就要请这个吕医师 吕主任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问一下这个医生的事 退化性关节炎不是因为退化 所以不是因为我人年纪变大的关系 所引起的吗 我想还是要集中在膝关节 就退化性膝关节炎 因为每一个关节的所谓退化 原因应该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是谈膝关节 那膝关节退化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全世界都认为 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因为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 就发现它跟年龄有关嘛 那事实上任何东西它用久了 当然慢慢就会被用坏 这个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一个讲法 就像这个轮胎用久会磨损啊 最后就必须要换 就关节也是一样 最后要换关节 所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 根据我三四十年专一在治疗这个问题的经验 慢慢发现似乎并不是这样 那主要就是在二十五年前 我发现一个隐藏的病灶 后来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 就发现事实上百分之九十五 被认为是不知道原因 而认为是退化的膝关节炎事实上 是跟这个隐藏的病灶 就是内侧摩擦现象是相关的 所以是内侧摩擦 摩擦现象 是 那这个摩擦现象是一个解剖学的构造 叫做内侧皱壁 它是关节囊在发育过程 在胚胎期就是形成的过程 遗留下来的一个类似我们衣服的皱褶 这样的一个构造 不是说不要运动 而是要适当的运动 很多病人会说 怎么有些病人叫我不要运动 有些叫我要多运动 那我到底怎么办 事实上是你要知道怎么运动 那原则上我们发现 你只要弯曲的时候注意 弯曲的动作小心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尽量减少 弯曲超过60度的一些运动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骑脚踏车或者是爬山 当然就已经会超过60度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 你在弯的时候 尤其是爬山我们可以控制速度 动作就不要太快 尤其是下山 同样道理上下楼梯也是一样 那骑脚踏车呢 尽量把这个椅垫调高 这样膝盖弯曲的角度就比较小 那另外就是你在踩的时候 用力踩那只脚是比较没关系 对 因为它是伸直 但是另外一只脚是缩回来的 那只脚你要稍微放松 放松还是可以 可以保护膝关节 那另外比较适合的 譬如说走路 跑步 因为它着地受力的 这个我们叫做受力的这个阶段 它我们膝关节弯曲 不会超过30度 所以并不会去夹到 或者磨到这个内侧皱壁 所以它是很适合 很好的运动 大家如果都想到 退化性的膝关节炎 另外大家就会立刻说 那我多多补补钙好了 或是我多多吃具有一些胶脂的食物 这样有帮助吗 这个就是吃什么补什么 这很容易去理解嘛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 里面有这些病因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即使有效的话 它也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病因都还在 即使你吃了很多 把它补充的话还是一样 里面还是在磨还是在破坏 那更何况这些东西 吃进去真的对软骨增生有效吗 这个在医学上并没有真正的证据 只知道它可以减轻症状 譬如说葡萄药胺 吃了它会比较不痛 那也有人研究它是因为它有消炎的作用 那另外碰尿酸打进去当然 它有润滑的作用 而且它也有消炎的一些作用 所以其实到底有没有效 并没有真正的证据 那个软骨增生到底怎么样子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好 关于软骨增生 这个是永远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刚开始是葡萄药胺嘛 接下来是这个破尿酸 然后就是PRP 那个越来越昂贵 那PRP它的理论就是有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那确实在打进去之后 好像很多病人都马上就见效 那大家就反过来想 马上见效是软骨马上长出来吗 不可能吗 所以这马上见效一定是消炎的作用 所以事实上PRP它有很强的消炎作用 那至于说它会不会让软骨增生 并没有一篇真正的长期追踪的论文 去证实它会让软骨增生 那我们反过来讲 如果它即使可以让软骨增生 但是里面的内部破坏因素还在 还是一样会被破坏 那最近也有更昂贵的胎盘术 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还有就是立法院最近通过的再生医学 就是细胞治疗 一些外密体等等 细胞治疗当然干细胞 它是会分身成这个软骨细胞 这是确实的 但是还是要强调你的这个病因 一定要拿掉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